民主兵 民主兵 2016年蔡總統上任第一週 舊漢中章苗縣長同框 持任苗栗縣長徐耀昌 當面討預算 台中市的議算 大概是我苗栗縣的 這個多輪 負面多輪的名額 政府的資源有限 財政上也有一定的壓力 雖然沒有當場點頭 但七年過去 現任苗栗縣長 中東景親口這樣說 包括當時的毛治國行政院長 對苗栗縣財政的艱困 非常的冷漠 那一陣子我看到 他的疲憊跟辛勞 是小燕總統上任以後 又漸漸的改善 調明萊營執政不給力 而兩朝相比 2015年7月 馬英九任內苗栗爆發財政危機 負債破676億元 徐耀昌上任後 親自北上 希望中央協助 因為光是苗栗縣府 員工薪資等 就短缺4億元 喊話中央紓困100億元 遭無情拒絕 院長苗栗的事情要怎麼解決 毛治國要自家縣長 先提財務改革方案再來談 但到蔡政府時期 2016年10月監察院通過 前苗栗縣長劉政鴻彈劾案 由張借統籌分配稅款 從特定專戶基金 借167.3億元 加上近年工程款建設補助 到今年8月 苗栗總負債575億元 減少近百億 縣府也沒有薪資拖欠問題 建設又不停止 全力的配合縣政府 免配合款來幫忙苗栗縣 這樣子需要上縣長 就有一些結餘 來可以分析的來還債 想要藍天翻綠地南 但明明是國民黨鐵票倉 卻連青藍的縣長 中東警都敢看 誰是真的幫助苗栗冷暖自知 三連線我黃金城 問我們宣